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祝你好运节目 我是杨琼宜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观众朋友 同样来分享一些求子成功的故事 那么今天为大家提供的一些个案 都是有关于这个 因为这个子宫息肉 或者是有这个沾黏的问题 那不运 那最后求子成功的一些故事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请到妇产科医师蔡峰博拆师 一起来跟观众朋友分享这个话题 首先呢 我们先来欢迎蔡医师 蔡医师你好 小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大家好 是 那么待会呢 我们就会请蔡医师提供几个实际的案例 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这些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蔡医师的个人答案 蔡峰博医师 自立 博源妇产科院长 前长庚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中登世界名人录 不运症著作三本 连续四年 货班长庚最佳医师奖 赴瑞士加拿大发表国际论文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跟观众朋友一起分享几个 因为这个子宫息肉 或者是沾黏的问题不孕 那么最后成功求子的故事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是不是先请蔡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第一个案例的情况 对 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 有没有幻灯片 是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不应证三年的夫妻 他做过 结婚之前 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三次的人工流产 那之后液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少 那结婚后当然就是迫切问题是怀病 结果他发现说 在我们的检查 发现子宫里面沾黏的还蛮严重 而且有食肉 所以我们就用子宫镜帮他把沾黏玻璃 之后再换一个避孕器 服用三个月的高剂量的动静技术 那三个月之后拿掉以后 因为他受伤管有通 所以他是自然怀疑成功 是 那么我们发现了 这个案例 他的这个子宫沾黏的问题跟洗肉的问题 是因为他做过了比较多次人工流产的问题 有关因为有国外的一份统计发现说 人工流产只有一次 他的怀疑的 沾黏的可能性是17% 两次的话30% 那如果做三次的话 子宫里面沾黏的距离高达70% 所以你做越多次的人工流产 可能沾黏的距离越大 那有时候病人会问说 那如果是吃药 吃药也是一样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手术是会比较容易有这样的可能 对 是 那这边有提到说 这个患者他有这个阿修曼症候群 什么是阿修曼症候群 阿修曼症候群就是因为 流产手势之后做太多次子宫沾黏 或者是说子宫内末发炎的沾黏 导致液经量减少 通常有时候会少到 我们在医学上叫做必经 就是没有液经的 每次液经来的时候就会痛 然后不流血 对 我们看一下VCR比较清楚 好 那要看有没有阿修曼症候群 或者说看有没有子宫沾黏 或脚肉或肌瘤 还是要看这个东西 要用子宫腔 不能说照超音波或是其他东西 不容易 不容易 其实子宫腔是非常非常非常细小的 它的直径只有0.36公分 所以外面子宫腔里面是不容易 不容易有什么感觉的 有时候病人还没有做子宫腔之前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等一下做子宫腔 那病人听到什么静 他就会联想到 比如说类似腹腔这样的一个手术 所以他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会不会很痛 他们第一个感觉是会不会痛 要不要麻醉 所以我刚才拿的那个叫做 诊断性的子宫腔 子宫腔有两种 一种是诊断性的 一种是手势性的 如果是手势性的就 你诊断性如果看到一个很大的肌瘤 那当然就是不可能当场处理 那就必须要麻醉下去做 手势性的子宫腔 这两种是决然不同 所以如果是单纯要诊断的话 是不用麻醉的 那如果是要做手术的话 当然还是要麻醉了 没错 我们看第二段BCR 所以子宫腔既然他 你看像这个病人他有肌瘤 所以我们就 在BCR用手势性就是 你看有一个圈圈 那个是水电刀 用电刀去把肌瘤一片一片削下来 那所以植物果说 子宫里面有肌瘤 就必须要用手术性的子宫腔 然后这个远远的这个叫做电刀 它会通电 然后一片一片切下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手术性子宫腔 所以手术性子宫腔 相较于诊断性子宫腔不一样 就是说手术性子宫腔时间比较久 那相对而言 它要麻醉 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 用电刀去刮你的肉 你不会痛嘛 那仪器方面是不是也比较大 很不一样 如果是诊断性子宫腔那一条 我刚才有在示范 它是很软的 但是手术性子宫腔是硬的 一根 因为它里面要有器械进去 通电刀什么的 所以它整个是属于硬式的 所以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做手术性一定是要麻醉 没有麻醉大概没有人受得了 对应该很少说手术是不需要麻醉的 大部分一定要麻醉的 那我们刚刚这个猜师讲的这个第一个案例 它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 当然是用这个子宫腔去把它拨开 对去把这个沾黏拨开 然后把息肉也切除掉 切除然后把沾黏玻璃 然后放壁硬起 对那这很奇怪啊 这病人不是要怀孕吗 怎么还放避孕器呢 这个很好解释啊 你也可以放一个Foli或者放一个冰 冰激是比较好 是 比较病人接受度比较高 但是要放多久 三个月就可以了 也是三个月 对那三个月 这个三个月不是没有事情做 我们必须要用荷尔蒙把子宫内末再养胖回来 所以服用那个凤颈激素需要把子宫内末再恢复 导致两边的基地层靠近沾黏 那这种有时候沾黏起来是蛮严重的 有时候不见得手术 一次手术可以拨得开 有时候要分两次 我们看下段VCR 是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沾黏 这根本就像好像是在虫里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去看中乳石就这样子 好像砍很多膝的感觉 对对对 那这种有时候看到这么严重的沾黏 然后洗衣肉和肌瘤就必须 这两个案例恐怕都是要用手术性去切除 那手术性的子宫镜就是像这个是硬的 这是硬邦邦的 那我们的仪器就从这个孔径进去手术 那手术如果手术性的话 它前面可能放着剪刀或者是通电的线前 去做玻璃和切除的动作 所以比如说一个肌瘤 我们切除是一片一片小 好像在吃布丁一样 好像消消消消 那做子宫镜的话会有伤口吗 不会有伤口 它伤口是在子宫内里面的病灶 比如说肌瘤 我们去笑到当然有伤口 外观来看是没有 但是它这个仪器是从我们的 阴道里面进去 然后到子宫镜进去 所以外观不会有伤口 子宫镜有一个密解就是说 手术的时间能快尽量快 不要拖太久 那进去的这个水的压力也必须要小心 大概如果说有看过一些白色祭塔小说的 那里面就有人因为做子宫镜而过世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水的压力如果太大的话 那个案例我不是很了解它的来龙气味 不过我这样来看 那本小说这样看起来有点像水中毒 就这个子宫镜因为要灌水 那我们在子宫内幕如果说 你去手术的时候它的血管会有断端 那这个水就会从这个血管里面跑进去 而导致会水肿或者是静脉里面有水肿 那这个水中毒的话有时候是蛮危险的 对 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是 它不应证七年 那它也发现说液晶量减少 通常子宫镜领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液晶量会减少 是 那这个减少是在手势之后 比如说它做流传手势 流传手势之前没事 流传手势之后 液晶量减少不容易怀孕 那流传手势之前很容易 就怀孕 做几次流传手势之后就不容易 就不容易怀孕 那越尽量减少 同样的在我们的子宫镜领底下 发现它的确沾黏 脐肉都有 是 所以同样的道理 它也是做子宫镜把它剥开放避孕器 可是它水中管阻塞 可能是跟流传手势 那时候发炎有关联性 或者是说 多重的腺瓣里也比较容易有 水中管阻塞 是 或者阻塞 所以它不得不做室管婴儿 做到第二次才成功 剩下一对龙凤双胞胎 所以这个案例跟刚刚第一个案例不一样 刚刚第一个案例可以自然怀孕 是因为它水中管阻塞 不过阿修曼中午前我的经验是很容易合并 室管管阻塞 对 因为有时候它的沾染 比如说它去做流传手术 流传手术本身的过程是OK 可是事后它如果说没有回去闷肿追踪 有时候子宫内部会感染 沾染 那这个情况下就必须去 所以做完子宫镜一定要再确认一下室卵管是不是有通 那看室卵管有没有通 有三个办法嘛 你可以用室卵管摄影 你可以用护腔镜 那当然如果说做完子宫镜 因为要灌水 假如说它室卵管有通 这个水就会顺着室卵管跑到便宁的肚子 所以你做完子宫镜在帮便宁之后可以硬到插烟波 或不插烟波看看 它的道格似乎是不是有积水 如果有积水那就是代表可能是通的 没有积水也代表不通 因为子宫镜去判断室卵管有通不通 有时候会有很大的误差 因为在做的时候它痛嘛 所以室卵管会缩缩 所以水就出不去 所以它本来是通的 可是因为在做的时候 你做子宫镜的时候难免会 紧张 因为那个水是冷的 碰到子宫 子宫会缩缩 所以有时候 所以室卵管就会缩缩 所以水就过不去 所以要判断这个室卵管有没有通 其实是要做腹腔镜 室卵管射影就可以了 室卵管射影 不过室卵管射影 去看室卵管有没有通 比子宫镜痛苦得多 很多病人比如说他做完室卵管射影 那我们发电子宫镜有点怪怪的 有点像沾黏 所以我们就说你要做个子宫镜 那病人听到子宫镜 第一个反应一定说 是不是跟我去做室卵管射影那么痛 因为室卵管射影那个痛真的是 畢生难忘 是 你看下段利息啊 下段利息啊 那你看正常的子宫镜这么漂亮 两边两个洞就是室卵管的开口 室卵管的开口有时候病人会说 你可以顺便帮我看一下室卵管 如果不切除的话 有时候 你看 那这个 这个是用子宫镜看到两头肌瘤 那这个必须用电脑把它切除 这个肌瘤上面还有血管 这两个 所以 有时候子宫里面 那这个是脊肉 就是说子宫里面有脊肉 有时候脊肉沾黏 脊肉跟脊瘤会并存 是 所以脊弓有时候病人常常说 我为什么要做脊弓 难道这个残波看不出来吗 除非这个脊肉或脊瘤很大 或者用残波要去诊断脊弓里面的病变 像脊肉沾黏脊瘤不容易 是 所以要看得清楚的话 还是要靠子宫镜 所以有些病人比较ticky的 就是说不想做 那后来他 下症间做的时候才发现是说 诶 有这么严重吗 看起来好像 他第二感情就是说 怎么我的脊弓里面原来是 这样乱糟糟 又是一大堆 好像是家里的家具都乱掉 乱七八糟的这样子 难怪就不容易 我常常跟病人解释说 子宫镜 子宫 小孩子的宫殿 小孩子就住在这边 那你租的房子如果说有脏 有脂肪网 你轻一轻住起来就是比较清爽 是 同样道理你如果说子宫里面有这些脏能吸收肌瘤 你不轻 原来不容易着床 而且也会增加流产率 我们看下半VCR 好 好 所以 这是属于诊断性 你看这个 像我刚刚讲是软的 所以打开压嘴 然后 从子宫减菌去看 这就是子宫镜的道理 那有时候比如说 他是双子宫或双脚子宫 在 插恩波看起来就是 欸 两个 两个子宫腔 那或者宿卵管摄影看起来 欸 两只脚 那这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要用附加金额子宫进去确定 那到底是重个子宫 还是 呃 双子宫 那像这个